洛杉矶教师联合工会要求学区 不只要将49亿美元准备金 用于教职人员、学生还有社区建设上 且计划短期内还要再举办一场 为期三天的罢工 来要求提高教师的最低薪资 为此上千名洛杉矶联合学区的 教师和教职人员会从15号下午4点30分起 在洛杉矶市府前游行 此外洛杉矶教师联合工会还要求学区 应留住经验丰富的员工并缩小班级规模 据悉 主导此次罢工的劳工行动 由工会组织Local99发起 该工会代表3万名自住餐厅员工 公车司机、管理员、特殊教育助理和其他人 加上洛杉矶教师联合工会 约3万5千名教师、辅导员、治疗师、护士和图书管理员 值得一提的是 教师提出的要求还包括未来两年内 至少加薪一成 也就是要将最低薪资上涨到实薪20美元 且每年加薪5% 外加两次5%的一次性奖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GalaxySoft 1 中文字幕——YK